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彼此都炸得粉碎 魏无羡长节微微颤了一下 握着蓝忘机的那只手 也不自觉地紧了紧力道 他看似还算平静的表情下面 隐藏着的是一颗不安躁动的心 他说 只要你说 我就信你 听到这句话 蓝忘机悬着的一颗心 一下子就放了下去 他仰起嘴角笑了一下 轻身把魏无羡抱住 他一只温暖大手 牢牢地俯在魏无羡的后脑勺 把下巴深深埋进魏无羡肩窝里 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 看向魏无羡的眼底 满是欣喜和激动 魏英 这是说来话长 我们现在回家 回家后 我再跟你慢慢说 好吗 只要这一句话就够了 只要你说 我就信你 紧凭这一句话 他就知道他赢了 蓝忘机又轻轻抱了抱魏英 才牵着他的手离开病房 温染宁的目光 落在魏无羡和蓝忘机的背影上 眼中闪过落寞 却也伴随着前所未有的轻松 轻易过后 就一切都真相打白了 他成为了那个最先背叛这段感情的人 同时 他也是最没资格要求留下来的人 温染宁轻轻吹了口气 慢慢往后轻身 滑靠在病床后方洁白的墙壁上 眼睛目视着前方 视线毫无聚焦点的 不知道在看什么 陆景年看他这样子 有些担心 简单和蓝西城告了个别后 慢慢走到温染宁身旁 轻声换他的名字 宁宁 你没事吧 你是不是也想知道 这段录音背后的故事 温染宁突然开口道 陆景年眨了下眼睛 看蓝忘记一脸问心无愧的样子和坦诚的态度 再想想温染宁刚和他在一起时的 那些种种不解的行为 他似乎已经猜到了故事的结局 但他还是有些不甘 却又无可奈何 深深地看了温染宁一眼 陆景年紧抿着唇轻叹一声 伸手去握住温染宁的手 你不想说 我就不想知道 那就证明 温染宁终于肯掀起眼眠去看陆景年 轻声道 你其实很想知道 对吧 进了家门 蓝忘记把魏无羡拉到到沙发上坐下 几乎是一秒都没歇息 又把魏无羡搂入怀里 紧紧地抱住 像是把手臂上的力度 全都用在了魏无羡的腰上一样 乐得魏无羡都有些喘不过来气了 蓝湛 魏无羡把手放在蓝忘记的肩膀上 轻轻推了推 他想先解释一下 于是开口道 蓝湛 温染宁的电话可能是打错了 打到我这儿 我接起来就只能听见一些东西碰撞的声音 就是 魏无羡真准了下措辞 那种情况下 就算换成是个陌生人 我都不会不管的 蓝湛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蓝忘记到 我的胃英有瑕者风范 爱打抱不平 我明白的 你不用解释 我相信你的 蓝忘记轻轻贴了贴 魏无羡的半边侧脸 那种情况下 即使那个人不是温染宁 换成了任何一个陌生人 你都会帮的 我相信你 明白你 蓝忘记双手捧着魏无羡的脸颊 低头在魏无羡唇上 轻轻地吻了吻 柔声道 也谢谢你愿意给我解释的机会 跟温染宁的这场好赌 谢谢你让我赢 那你现在能跟我说说 是怎么回事了吗 魏无羡道 嗯 蓝忘记在喉咙里 轻轻按了一声 伸手轻轻抚了抚魏无羡的唇半 一双漆黑的模子深入寒潭 仿佛要把魏无羡吸进去一样 他伸手 温软地指腹轻轻摸缩魏无羡 还湿漉漉的唇半 看向魏无羡的眼睛里 盛满了深情 曾经那些为了魏无羡做过的事 努过的力 耽过的心 烦过的躁 此时 都一幕幕地涌了上来 半年前 魏无羡喝醉了 把他堵在卫生间抢吻了一番后 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那时候 魏无羡醉得迷迷糊糊的 不省人事 他只好把魏无羡送到酒店 把魏无羡放到床上时 魏无羡迷迷糊糊糊的就喊了一声 宁宁 什么 蓝忘机没听清 下意识地又问了一声 你叫我什么 蓝忘机俯下身去 仔细去听的时候 魏无羡又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可就在蓝忘机起身时 魏无羡却又喊了一声 宁宁 别走 也就是这一声宁宁 把蓝忘机彻底激怒了 他心心念念着的人 嘴里竟然喊着别人的名字